北韓今早懷疑撕射彈道導彈 日本防衛省指 北韓在当地早上7点多发射彈道导弹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水域 海上保安厅呼吁船隻留意消息 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也引述情报消息指 北韓撕射了弹道导弹 当局证分析、导弹型号等数据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指 北韓清晨向日本海方向发射最少一个飞行物 未知是什么种类 照收集情报作进一步分析 如果确认是弹道导弹 将会在北韓停止试射弹道导弹近一年后 再次恢复试射 而北韓据报近日亦试射了巡航导弹